好,各位,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个新浪新闻的特点啊 这条新闻 好,我们看一下啊 这新闻刚出的时候 是全国各地,不管它的主队是哪个队 都以为球迷会支持国安的一些帖子 例如说,这一条四场比赛 国安提的最好,广东的一个帖子啊 很客观,他一下子排了第一 但是大波大概十分钟之后吧 他就降到第三 第一条的帖子是什么 只要裁判公正点 我归就赢不了 只要是,如果是中超比赛 我归就进了一个越位球 骗了三个点球,四比零获胜 这条骂国安的 这条帖子瞬间就反超 之前支持国安的帖子 包括这条 包括这条 好,现在我们看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看支持国安的条帖子 赞8940 停在这里 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我们点一下赞 8941,对吗 好,现在是8941 我们刷新一下 看看这个赞到底有没有被记录 我们拉回来 8940 我再点一个赞 好,大家看清楚啊 刷新 8940 不会统计的 好,我们现在回到那个 骂国安的这个帖子 现在多少数 12328 我们点个赞 好吗 现在我点完赞 12329 我们应该刷新一下 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被记录 好不好 看见了吗 12336 涨了7个数字 现在这段时间 按照一般的概率来说 点国安赞的那个 应该都会增加一些吗 我们再拉下来 看见这个数了吗 记得刚才的数吗 8940 多长时间 一点都没有变了 我再点一下 好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 看好啊 8940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骂国安的这个帖子 现在多少 12348 涨了吗 又涨了 这就是新浪 我们再去刷新的帖子